这个俗话说 一个和尚提水喝 两个和尚就抬水喝 三个和尚就没水喝 可是我们看看一些合唱团体 他们合作的都很好 都不会有这种情形 因为和尚团的成员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要把歌唱好 可是和尚抬水也有目标 他们都要喝水 那和尚的成员他们的条件不同 他们担任的声部不一样 他们扮演的角色不一样 那和尚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今天你谈 明天我谈 或者今天你谈前面 明天我谈前面 这样也是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和尚挑水 他没有酬劳啊 是这个原因啊 不是 我为什么提起这个和尚团呢 最主要是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 因为他们成员呢 每一个都要顾到自己的表现 而且还要顾到整体的默契和和谐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融入与共 说到融入与共啊 我跟王牧林的搭配是最好的例子了 我们一块演出这个脱口秀的时候 酬劳就是一人一半 一毛不多一毛不少的 挺公平的 是 是 我们的过程当中准备的时候呢 担任的角色也不一样 那比方说您扮演什么角色 我扮演的角色就是 想点的出主意写稿子 那他呢 他就坐那儿看我写完一起回家 不过我还知道一个更和谐的例子 那就是原野三重唱 哎呦 他们三位真是老大哥 这是前辈啊 相处十多年呢 不但默契越来越好 而且好像是一家人感情真好啊 对 他们可以说是合唱团体的好榜样哦 我们请到的颁奖人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合唱团里面的模范生 让我们欢迎原野三重唱 二十年来从黑法创造白法 我们来看看 应该说是接棒人 得奖人是 非常地谦让 姚可杰 杨正华 郑子珍 郭明 后世间 东方快车合唱团 很兴奋 我们出唱片以来只有短短的两年 我们还可以算是还是新人 那今天得到这个奖很高兴也很兴奋 我想首先我们谢谢评审委员 但是更感谢就是我们的老板也是我们的制作人 我们的大老师就是翁笑良先生 以及所有工作人员 还有以及飞碟唱片所有的工作人员 不过最感谢的 还是我每个人的爸爸妈妈 因为有他们的精神支持 我们才有今天 谢谢 这个奖是属于全世界 全台湾的合唱团的 恭喜东方快车合唱团 也谢谢 原野郑同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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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